你不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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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我承认喜欢你 也算是一种认输吧 我有我的责任 如今我既已答应与你成婚 便会以一个丈夫的要求 来约束自己 直到 咱们契约结束 后续吧 你要早早有着觉悟 也许以前 咱们还真能白头到 你说 就你这活了四十年的脑子 再顶着如今这张脸 这要出去了 得招多让小姑娘喜欢 你怎么看我 你跟我说实话 当初你是怎么看我的 其实那个时候 你人挺好的 就是心里面太执拗 想不开 怎么说 当年你许诺了秦珍珍 要照顾她 自己就觉得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也不管自己处于什么情况 执意了要去帮她 而且那个时候你觉得 你心一塌 而后来突然败倒在我的石榴群下 你内心就挣扎起来 觉得自己 怎么是这样三心二意的男人 所以啊 你这个人动机没问题 就是想不开 你这话的意思 是你当初已经知道 我是喜欢你的 不然呢 你若不喜欢我 怎么会对我那么好 我当时 也就是脸皮包 如果 心里觉得你喜欢 不敢确定吧 况且谁也能不喜欢我李荣 怎么 我说得不对吗 也不是不对 只是 除了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一个 会快速一清别练的人 还有一层原因 什么原因 大约就是 若是喜欢你 便是对黄泉低了头 若是我承认喜欢你 也算是一种认输吧 不愿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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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承认